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到底是誰在錄圖 我們今天好好來檢查 來收視小街現場的來賓 頭一位 台灣交通安全協會理事長 我們歡迎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台灣交通安全協會理事長 陳鋒議 我很高興今天來參加這個節目 跟大家探討這個問題 好 第一位 中華民國汽車運輸業 家事館全國 中港會理事長 第六角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大家晚安 第三位 瀟議會交通委員會 李卓聰理老師 大家好 第四位 騎到交通秋節的出篇 五香五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那麼首先呢 讓觀眾朋友了解 到底這是什麼事情 事實上從六月底開始 就適合的交通 靠點心態度 如果記到十二點 就要吊銷你的價格 不過最近突出了 在台北干理所的外面 有人 有中人 在教民眾說 來軟空間 減一點 就要花兩千塊 幫你減一點 公讀就標示了 目前插不到這種情形 交通委員會幾點太多 六月底開始 不過很多企業家事 是還要有 五十一點 就會比照顧到照 不過上面有政策 會面倒對策 現在交通網路看到會發生機 發覺一點專機受兩千 而且當中就在甘米索外面發覺 那委會行為人 跟車主不一樣 車主要申請 將紀念專誼 給家宿人 不過現在這邊之後 台北市委會紀念 各地四、五月 就將近一十萬人申請專誼 有紀元就這次 這當中有哪些是紅色呢 因為呢 當時他們在這個轉移的時候 他們並不用去認說到底行為人是誰 以至於所有的人他們都有機會 可以拿一個不是當事人的一個駕照 去做轉移的一個動作 其實這個就是幫交通黃流開後門 公共同學會行會在網路 跟市民申請家族建議 目前也沒有違反一樣的進行 那只要不違反 行為人會探索 為作文書的嘴嚴 不管是不是台北市將事件裁決所 或者新北市裁處都是公務機關 來做一個審核 假如說民眾提供不實 有此公文正在不實 或是涉及刑法 偽造文書的一個行者 我們剛才看到這個新聞大當中 頭一個你所知道的就是為貴記點 但是呢 你如果是一般的小客車 你可能比較沒感覺 事實上每天在這個車路上在走的 都是一些駕駛車司機 我們來看這個計點 這製度到底是怎麼變的 來看這個度表 日空22年四月三十 為了在減少的奧義的減紀 民眾可以減紀的行為 現縮變成四十六行 那麼車龍為庭人鄉島 車龍為庭人鄉島 都不能減紀 這是一個改變 那麼2023年六月三十 修正在交通條例裡面 記點心這裏正路 假設一年以來 你如果是十二點的 會吊銷你的這條 兩個月 那麼減紀的行為 對六四十六行 增加變成五十九行 這是減紀的 那另外一般來講起 保安車龍在林鄉島 行人傳國島 威庭 沒有順向林鄉等 但是到了十月三十一項 這頁家屬保衛高龍部 主張廢毒 檢基制度 上下客 上下客 這些人客 還是要下廢的時候 要它看到代替的機會 這事情發生給大家 年後再減月十三 交通保衛高 來修改測案 你要下廢 上廢還是承擺 因為這是這個 這個頂上下 你就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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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個基點就是為了解蘇林 不要說他的遺跡,常常在遺跡的人 我們要讓他知道他的事情 會立起來,會靠到他的解教 來做一個必要的一個競果 讓他知道不可以隨便來違反這個規跡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說 交通部在做的部分就是他整頂先行 但是配套還沒做好 讓很多我們家的家屬朋友 尤其是這個家屬林 他遇到這個問題 他沒有停、沒有落會的問題發生了 因為我們的設施沒有辦法提供他們必要的服務 這是對不到 但是我看到一個所謂說 在今年一月份到十月份 尤其是幾萬十二點沒有幾台車 是 還是警察比較棒手還是怎樣 尤其是為幾萬十二點吊銷 沒有幾台車 他就是說我們當時的這個規法 就是說我們的項目增加到減少 都是因為 減益有很多人 能夠這樣減益 就是說對這個交通的責任 他也有責任的人 自己有正義感的人出來的責任 所以 代表說原地我們本來很多項目都可以責任 來做減益嘛 所以都沒有減益嘛 所以我們減益嘛 減益這也是一個過程啦 但是照理說 如果是說他們出來抗議 這我問這個理事長 電影理事長 照理說如果去抗議 抗議應該是說很多人要記點 記到頭路就沒辦法吃 但是我看這個所謂說 真的記萬十二點的 沒有幾台 那是說大家都 共共都十點 十一點 共共到十二點要半點 這裡出來抗議 是這樣嗎 其實不是這樣說 因為我們這個新的法案 是今年六月三十開始走 開始走 他現在就是說 你如果記點一年以來 記十二點 你把他吊口尬角兩個月 兩年兩次 你把他吊口 你咬角在這裡吊銷 我們這裡的家宿朋友 包括客人家書記 包括費車 包括宅配 包括外送員這些 他們現在在外面 在上班的時候 每天都很怕 很怕 很怕 他覺得一直在看後面 是不是有人來對 來逃避上 心理壓力 對 心理壓力很大 讓他們很大 有的晚上都睡不著 每天出門的時候 一直看後視鏡 看下去 那真的壓力很大 因為我們 我們的人本來就是說 我在開車的時候 我的心 我就是要平靜 我現在心理就不平靜 我每天看市周圍 都覺得每個人都要拿著 超沒改兵 那感覺是很有壓力的 其實其實我們來說就是說 交通部這是一個好的措施 但是包括我們剛才理事長說的 就是說我們的地方政府 漁業道路設計 還沒有辦法跟上法規 你外面看到的紅線 絕對比紅線還多 我們的消費者 我們的客人 你如果要叫客人車 你也不會去看我叫的 所在是不是紅線 或是入口施工 都沒有在插的 沒有在插的 我們在扣這個道路 在新潤的人 當然就是那個 客人在哪裡來叫 他叫哪裡來給他路車 他也是很無辜的人 他也不願意去回歸 你說到我們的消費者 因為我們的消費者應該是要改變 因為我們的消費者應該是要改變 我們有到這個社會 所以不應該只要發這個 教書人也要發這個消費者 我們消費者要來選團 我記得我小時候 北發貴的消費者 結果大家大翻大 我小時候差不多 將近三四十年之前 說不可以這樣 剩菜 留客 集客 就要發這個消費者 結果大家大翻大 不知道這個時代還來臨嗎 李老師你怎麼樣 抱歉 我台語說的不好 沒關係 你盡量 我覺得這一次 其實交通違規紀典 他是一個利益良好 但是我們在實施新制的時候 因為他等於擴大了原來縮減的 民眾檢舉的項目 又回復到擴大 那然後我們的交通執法 本來應該是政府的工作 可是因為政府警力有限 然後科技執法又不能設在每個地方 所以他就有點鼓勵民眾來檢舉 那現在已經變成民眾檢舉為主了 就變這樣 他就有點失調了 那個基本上講起來就本末導致 那剛剛理事長也特別講 我們如果要實施交通紀典的心智 我大概給大家一個一個粗淺的概念 首先我們一定要去檢討交通的三個意義 第一個就是交通工程 那交通工程可能就要去看 我們這些停車的需求 他的工序是不是失調 比如說我們有很多零停的需求 但這些零停的需求呢 零停的需求基本上可能就就沒有辦法滿足 所以這些零停的需求 他要怎麼去停車 就像剛剛講計程車好了 如果消費者他都希望 不管是預約或者是難停的方式 他都希望在最方便的地方 最方便的地方 他可能就是紅線 那紅線的話 我們的司機沒有辦法 如果他載客的話 一定要在那邊停車 一停車以前還好 因為是政府來做執法的話 警力不一定會來 然後這時候民眾檢舉的話 可能他就他就會檢舉 我們也去分析 民眾檢舉大概有兩個類型 第一個他曾經被人家檢舉過 所以他就心懷 就是他覺得不公平 那麼多違規 為什麼我的被檢舉 他也開始檢舉別人 可是另外一類呢 他是比較有正義感的 他覺得他可以要維持交通的規則 如果有人違規 他就會路見不平 然後他就會檢舉 那如果第二個類型的話 他是很專業的 他會去購買他的比較新的設備 然後他以檢舉為主 他就覺得只要有任何的違規 他就希望能夠能夠檢舉 所以他的設備是蠻齊全的 他的檢舉方式也會去了解檢舉的規定 然後他也不會說去違反那個檢舉規定 然後不成功 類似這樣 所以如果現在變成已經 以民眾檢舉為主的話 我們的問題就會比較嚴重 所以我的建議是這樣 首先三億 交通工程一定要去看我們的停車的需求 尤其是零停的需求 如果是供需失調的地方 我們就必須要改變 我舉個例子 現在我們都會規定新的建案 一定要在交通影響評估的當中 一定要設置足夠數量的零停的車位 他不能把這個 把他外部化 那第二個呢 所有零停的需求很多嘛 包括外送 外送機車 機車有時候停到哪裡 他有時候必須要停到騎樓 可是騎樓是不准停車的 每個限制規定又不一樣 所以這就是我們在交通工程裡面 可能要把他定得非常清楚 完整 盡量能夠一致 那這樣的話 我們執法才會有依據 那執法很重要 我是希望 我們執法的方式一定要去做調整 我們現在有科技執法 所以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如果用科技執法 來做我們的主要的執法的方式 那有的地方也做不到 對 那因為科技執法 它是成本是蠻高的 然後如果是科技執法為主 警力攔檢 然後最後呢 如果需要民眾來協助 來我們檢舉來違規的 那個項目應該是危險的違規 因為那個才是真正影響 我們的交通安全 所以老師的意思是說 民眾能夠檢舉可以 但是是最危險的 最有地面性的 對 讓你們來檢舉 其他的出銷 對 其他的應該是用警力 來執法加上科技執法 這個為主 那需要我們民眾協助 來做檢舉的 我們再把它名列很清楚 那但是我也希望 用這種方式的話 其實我們的法規 有規定 民眾檢舉危險的架實 他是有獎勵 有獎勵的 有獎勵的 所以如果你是檢舉危險的架實 基本上我建議以後都會 希望有獎勵的機制 讓他慢慢導正成正常 比較能夠真正檢舉的方式 這檢舉的部分 我們稍等整個趴來講 但是我剛才老師跟三位都說到 你配偷的東西都沒有處理到 你就開始想這個法定就開始走 但是配偷的東西 我想到這要問走後 你如果做很多交通的專輯 我們就知道說 台灣的這個 morte物貨 Hob Explorer 我們就要便利 我樓價就要有小姐 我走兩步就頂尊尊尊尊尊尊尊 那邊要有Ok 所以要做落auth 最好的是我們孩子走兩步 後面就有這個土耳塑 有燒烤 還有菜籍 我們的主廂混合 這種整個對於交通來說 其實是很大的條件 一定是 因為我們台灣的土耳 還有我們台灣的土耳整個月 就是我們的主廂混合 總控也很複雜 不過臺灣的總控很像 比如說日本 日本的住宅區 還有鄉約區 也混在一起 我有這個 這是我們日本的台辦 因為我為什麼去台辦為例 是因為我去日本也有很多地方 不過在日本的台辦 交通的總控跟臺灣也很像 他在台辦 我們可能想說 我們在日本 他們那個圍區 圍區的 圍區在塞車的人很像 圍區在停車的人很像 不過他在台辦也是很像 台灣 他們的交通的總控跟臺灣 真的很像 這是在台辦 有在看到 那個是專家 專家的橋上 上面是辦公大樓 辦公的大樓 你要讓我們看什麼 你跟觀眾朋友說 這是在行車裡面 跟臺灣很像 有橋上來 他們怎麼做的 這是他們那個街區 另外一邊 這是一個專家 專家 他的專家的這個車窮邊 有看到這個嗎 這個地方就是他們的專家 這個就是他們的卸貨車格 上面有什麼 貨物車在這裡的上面 就是說他們如果是車 橋上的車 還有那個宅配的車 他們如果是要停 要下火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用這個停車格 停在那裡 像我們臺灣 臺灣也是有這樣的 車格的規模 在台北市 台北市很多 不過在台北市有一個 我覺得 比較有問題的地方是 我們台北市的那個卸貨車 下火的這個車格 你在暗時 還有拜六禮拜 是開放 讓我們一般的 一般的小客車來停的 不過我們在想 想我們那個橋上 他們如果是要下火 就是你在暗時最多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暗時的車最少 所以他們的暗時下火 他效率最好 不過呢 我們在暗時的時候 在那些卸貨車的下火的車階 一般的小客車可以停 小客車停在那裡要送什麼 有一個就是住在那邊 所以說可以車停在那裡 譬如說剛才老師有說過 你有這個規模 也有這個工廠手段去做 但是沒有確實來好這圈 哪一寄到說 寄一個的時候 放普通的客車來使用 對啊 所以說這就是 很奇怪的地方嘛 我們車如果是車 因為在台北市 星期六、禮拜基本上 禮拜基本上都沒在收費 所以說有很多小客車停在那裡 還沒在動 但這我要再問李老師 老師 老師 如果像李先生來說 每一個想要下火的所在地點 都最好要有一個下火的停車 給他下火 但是我們也知道 我們這個整條街路 哇 麻煩過 都是想要要下火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整個可能沒辦法很狡猾 對 這個非常困難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的城市都是住商混合 我們其實那些便利商店 非常非常的多 他都需要卸貨 可是他的門口可能在路口 他基本上已經沒有畫設 這個卸貨的空間 對 所以這種情況下 我們可能就必須要有一個權宜的設施 譬如說我們就希望他在 大概非常離風的時候 甚至半夜的時候來卸貨 那我們半夜的時候 我們就會允許他 在這個附近能夠暫停 能夠去卸貨 那這個就是代表說 我們可能要從他的需求 作業的方式去找到一個適當的方法 這很複雜喔 這就要夾借 就像神職一樣 有時候你半夜就下火 你家庭隔壁也會抗議 對 因為我們現在正在推導 那個交通管理社區化 這個就是社區的需求嘛 當社區的需求去反應完以後呢 我們的政府單位就必須要協助 他來規劃適當的一些功績 包括停車格 或者是臨時停車的這樣子的空間 是 我要請教電理事長 在你們熟悉朋友 他們一般來說 他們最... 我所知我們不是有時候坐到家庭 家庭隔壁也會適當朋友說 其實有時候整期 尷尬的時刻 整期都密在家 都賣出來 不然就整期 車差去做的儀糕 等到賺那兩點鐘的錢 比較會合 這到底是什麼因素地出 譬如說 我有一次走過這個 小學的浩洪 我家庭都要停車了 停車了 其實我想要說的就是說 台灣的交通變成魯廚這一般 不然是教授人的事情 有時候是行人 甚至是我們普通在擁路的人 我們也自己要檢討 在你們的立場來看 不是說要叫你們馬消費者 你們怎麼來看這個事情 其實... 其實我們這裡的教授人 很簡單的 他路車以後 他就是行人 所以說其實他... 我們對這個交通的... 對這個社會來說 我們也是很需要說 這個社會交通是很安全的一個地方 大家是保障提供 我譬如說 就是說我們一些那個... 包括剛才老師說的 我們一些超商 或是財配的 他都晚上在那個... 很老的地方在卸貨 其實沒問題 有時候附近的鄰居 也是會看他啦 又來現在還缺手機 你要叫晚上這些手機 他都要熬夜來上火 這也是很厲害 這也是對他們的身體來說 負擔很重的 再來說 也是很多剛才主持人說的 在下火... 在下火... 在四點下火的時候 大家都十分之二十分之 要去載你的小朋友 結果你不是併牌 不然就紅線 你也常常開到圍巨 我一個數據就是說 主持人讓大家瞭解 我們台灣那個... 台北市的檢舉模仁 前五名... 這有數據 新聞有報導 第一名... 這三年來檢舉了三萬件 一個人... 三年來減價三萬件 平均一個月將近... 將近快九百件 八百多件 那是有獎金還是沒獎金 沒獎金的... 沒獎金的... 前五名啦... 前五名加起來這三年 這五個人就減價 十一萬六千... 六千幾乎 哇... 所以說我們現在這個減價的制度 包括我們老師說的 我們的警察來他的執法權 交給我們這些減價的人 減價的人 他的心態 剛才老師也分析過了 所以說現在這個減價的總控 就是說他已經變成爛...爛權了 他把他的權力無限上綱 這個部分當然我們坦白說 有的很惡意的輸基 或是說減價 你來減價 我們也沒話說 有的是真的我們的道路設計不良 我們這裡的減價人 包括不管是輸家用的 或是說我們這個... 這個減價來講 那是很痛苦的 所以說我是覺得說 對我們來說 很多行業 包括我... 我說一個行業 我們有一些... 這個減價是在... 在載那個大體的 他載大體總是要在那邊停 包括那個腎臟車的 我們富康巴士一款 他也是要載在那邊 一些做倫義的上下課 那也每天都會減價 你知道嗎 他也沒問題 大家都會流啊 我也會流啊 但是那個減價是照法節 應該要用法的 他就是... 我們的道安條例有十五條 我們來看這個五十五條 上面就寫 在禁止輪廷的地方停車 是不是這條 對 包括路口十公尺 路口十公尺 他就是... 他就是禁止輪廷區 包括公車站牌 他也是禁止... 他沒辦法去到合法的地方去... 去跟載人 他必須一定要去那裡 對 那麼就剛才... 李老師說的 為什麼... 沒有把整個說... 你可以特殊來做這個事情 甚至... 把李長申請說... 我這個地方... 因為我要固定來這樣... 變成要把這個... 方法促銷起來 不是... 這...這很困難的就說... 因為他就是... 行...行動不方便 他為他們導入來的時候... 所以我說... 他應該給一個特殊 譬如說... 把李長申請一個特殊牌 掛在那裡說... 我是因為要載這個... 不方便的人 所以你把我檢查不好 可以給他... 給他... 給他...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這個來促銷 這個五十五條、五十六條 是不是有破片式 這我也要請教理事長 你認為是... 直接把它促銷 五十五、五十六... 都把它促銷 我想... 這個部分... 應該是... 這是有一些社會... 服務的... 這個... 特殊地的 因為... 你說今天你要去載那個人... 不是說肯定... 都是那個人在破片 或是那個人在不方便 或是滷火 你說... 這個... 便利桑線 他現在有滷火 他店就在那裡 當然他會在那裡滷火嘛 你現在要去載人... 富康巴士 他要去載人... 他怎麼知道多少人... 需要這個服務 甚至我們有一些... 有一些... 香港上的... 是社會服務的車廂 我們應該讓他有一點點... 特殊的... 興奮... 就像救火車... 對... 他也不可能說... 有一個救火車的停車 給他停了... 他才把... 他才把... 那個... 那個... 他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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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火車的停車... 對不對 那個人很好笑 所以... 剛才... 他才把... 這就是把事情... 等給我們所有的... 全國的老百姓... 用路的人都要負擔 但是... 做路的人... 設計交通... 他都不接任了 現在這個問題... 我覺得... 是比較大的... 因為我們現在在說的... 只有專用的... 如果什麼車位都專用... 就是大家都不要用... 因為這裡是警察用的... 這個是火車用的... 你燒火車專用的... 對... 大家都不用用的... 這個是機車專用的... 我們剛才就是... 住在旁邊的... 我要怎麼用... 對不對 所以... 這個... 應該是公共來使用... 大家公平來使用... 這個停車界... 大家有的地方... 不是說... 規定什麼車來用... 但是... 有必要使用的人... 是什麼條件... 什麼時間點... 什麼地段... 你說... 道次... 我們現在說的... 大概都是... 我們的... 大道會區... 台北... 台中... 高雄... 一種大道次... 你如果比較增加的地方... 這個問題也不存在嘛... 對不對... 他就沒有... 這樣子... 這麼多車... 這麼多人在使用的時候... 他是不是... 這個法律對他來說... 是... 感覺沒什麼重要的... 但是... 我們現在說的就是... 那個... 鄉北... 台中... 土雲... 這大道次的... 不分成績... 這個... 火車頭... 土地區... 店很多的地方... 他在... 不營養的嘛... 但是... 你當時... 你都沒有整個月好寫... 你沒有整個月好寫... 還要轉用... 我想... 這個又比較困難了... 好... 要轉用... 我想... 聽起來就知道不可能了... 老師就笑得這樣... 但是我要現在... 請什麽... 請呢... 請教學生來講... 他剛才說了... 一項... 這個減機... 10人... 這個減機... 這是政機無人... 一個人... 一年... 他減機... 3萬人... 這應該... 有一個火車... 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為貴... 你會怕他... 我們如果沒有違規就叫他檢查 沒關係 紀念法律有人寫 你沒有給他檢查也很奇怪 到底現在來處理 有時候有人說 沒有規矩來請他 他這麼要做就請他 一個月看他請他 請他五萬塊 六萬塊 你要定期給他順勞 你的官司是哪裡 那是說笑容 但是對於正義母人來檢查 你認為你的建議是什麼 其實剛才主持人說的 請他過來讓我們的巡邏 我是覺得可以 不過我覺得可以是怎麼樣 就是說請他過來 要來訪問他說 你驚你這麼驚 危機的驚 這裡危機的驚到底它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要知道說 這裡的加速林 危機的原因 我們這裡可以對證下藥 這裡可以說跟我們的交通 你說叫這個危機的人來問 對啊 沒有 危機的人 還有減機的人 還是減機的人 都請人 因為減機的人是很清楚 他就是這個危機的東西 他已經背得很清楚了 對啊 他已經知道 不過他應該也會知道說 他到底是什麼地方 危機最多 如果在這個地方 危機最多 就代表說這個地方有可能他的規格 所以騎哥 你的意思是說 把這個三萬人拿出來做分證 大數據來分證 這老師的專科 那三萬人拿出來看說 好 原來都是這個政頭 這個政頭就是安裝安裝就出這個盤 對啊 那就好好的分證嘛 對啊 不是只說你選五名 給你頒獎 給你真棒棒 沒有啦 你去盤那種不好啦 盤那種有什麼意義 沒有嘛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要把我們的交通用得好 我們之前一直在說交通有三個 三個英文一開頭的嘛 工廠 教育 還有立法 所以就是說 我們工廠一定要先幫他做的好事 如果我們工廠都沒有做的好事 我們一般的家屬 一般的興隱 要怎麼用到的道路 不知道嘛 如果大家都不知道要怎麼用 大家都亂用嘛 像剛才說日本嘛 日本也是像這樣啦 這個也是日本 也是在台北 他們的7分 歐斯卡 歐斯卡 7分嘛 同樣的地方喔 有看 上面就剛才那個... 這個不一樣嘛 他沒有那個社會的差跡嘛 社會的差跡 所以說他們的火車也是這樣 就在那圍塵 因為圍塵在那邊 他這是完全不退 這個建條不得不 沒有那個空間 沒有啊 沒有車價 沒有車價嘛 所以說... 那那個地方 你叫他為一個車價 很困難 對 就是這樣嘛 所以說就是說 我們如果整個不做好事 就算是在日本 他也是為整個 所以說我們工廠一定要先幫他做好事 所以騎過你的意思是說跟人性沒有關係 是跟工廠跟普通性 我們人性有關係 你好 對 剛才我看 像我們... 我在想說我們... 我們到那個五行街那附近 我想到就疼疼 如果叫我來疼疼我就不知道 你... 差不多... 這間去腳路差不多五百公尺 每一間就店街啦 有的是上火啦 有的收火啦 那上下啦 上下... 現在都沒有在搶機車 因為那是太過了 沒有在搶機車 但是人啦 車啦 自動車啦 車啦 下火啦 上火啦 那要搶一個搶車價 不可能 說叫他擲迷來 人家要睡 你不可以讓他做... 做熬夜啊 這是不怎麼樣 對 確實我們剛才特別講的 住商混合 我們的道路面積又非常有限 然後我們的車種又非常多元 機車很多嘛 所以這個交通環境是非常困難的 如果我們要訂一個好的交通工程 確實很困難 我們只能慢慢做啦 那現在因為行人變成... 這個因為外媒說我們是行人地獄嘛 所以行人的安全變成第一啦 所以我的建議是這樣 交通工程盡量去做啦 如果交通工程沒有辦法做到攻擊 能夠符合一定的比例的情況下 我們就必須要從寬去認定 我覺得這很重要 從寬認定包括幾個啦 如果民眾要檢舉的話呢 我覺得有一個認定的方式很重要 我們現在員警在認定的方式呢 其實基本上他沒有去看他是不是一個特殊的需求 就剛剛講如果富康巴士 他就從這個不管是照相相片或者是影片 對 如果是他的特殊需求 那基本上我們就會... 我們應該要...我這樣講好了 應該賦予這個原警一個審核裁量權 讓他能夠去看真正的違規的原因 剛剛講的 違規的原因是什麼 如果他是一個... 因為我們交通工程規劃不當 或者是有一個特殊的需求 他違規停車了 這時候我們就必須要從寬認定 必須要...原警要有一個充分的審核裁量權 但現在的原警很怕民眾檢舉完以後呢 如果不處理 他會被申訴... 申訴以後會影響他... 可能會影響到他的考級 所以他盡量... 只要檢舉完他就盡量開單 所以才會出現說 他可能一年有三萬多件 一個人這樣檢舉的情況 所以以後我們要改的情況下 執法的方式很重要 原警認定他的裁量的方式 我們給他充分的SOP 讓他有一個彈性認定的方法 將來這個開單的數目 就會降到一定的程度 是,這個電影師長 剛才大家說三萬一 工程手段、教育和一個執法 如果是檢舉的太多 要去檢查 而且讓這個環境有這個裁量權 但是對你們家屬人來說 這件家屬人來說 現在目前最需要來改變的是什麼 什麼訴求 其實我們現在的訴求很簡單 很簡單 我們讓你發錢沒關係 你不要讓我記點 你看我們很卑微 我六歲沒關係 我六歲沒關係 你不要讓我記點 因為你如果讓我記點下去 我又沒辦法 兩年兩到十二點 你的價錢有直接掉下 你如果一年一年以來十二點 我是兩國的沒頭 這兩國的我車子也是要叫 我家裡 家裡的母子也是要去 所以對他們來說 這是生活中一個很大的壓力 我們剛才老師在說 原警的裁量權 其實我們的法規有 我們的法規 我們法規 我們道路交通處罰條例 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 是有 就是你如果 就是我們剛才說五十五條 包括你路口十公尺 包括我們剛才說的那個 這個身障車 警察是有裁量權 因為他尾條 他警察是有裁量權 認為那個民眾檢舉的照片 如果不是妨礙交通的話 他可以不要開單 不過剛才老師說的 沒錯 因為原警如果沒有開單 這個民眾又讓原警檢查 檢查下去 我做警察我整個都開開的 都沒有我的事 我們這個社會又變惡性循環 惡性存款 對喔 其實我們的法規是面面俱到 但是因為面面俱到 所以面面都不到 現在我會請教到我們的軟醫師長 聽起來這個問題 中央的法規 法令 法律 地方地方的情形 我知道一個行 我們看到一個新聞 台中夕說他們開法庭 開到全國第三名 今年一月份到十月份 已經超過了幾年二十五億 已經到二十七億了 台中夕的人這麼厲害 法庭吃到... 法庭吃到二十七億了 但是市長還可以收稅 收這個錢 民眾也不會翻大 所以民眾到底是什麼心態 我發給你發 你像我發... 不然是這個家屬人 行人也有時候會叫他們發 這... 這... 到底這個問題 不然是說 我們這個選事說 好 我們要靈死亡 這我想應該要開一個交通的國事會議 是 我的理事長 應該是說大家聽起來是 怕路的人也不來 用路的人也不來 塞車的人也不來 開店也不來 奇怪 全國的人都不來 三聲不來 連警察要立法 他也沒辦法按照 他可以用的整機 因為路路不是我去的嘛 對不對 這是交通局 來進步幾月的路頂 但是呢 我也沒辦法反應說 我路要怎麼幾月 你說 剛才我們在說的日本 日本的道路主要的管理者 其實是警察 也不是這些交通部門 有什麼問題 警察發生這裡 常常在違規 我已經歡迎 這裡為什麼常常違規 就是這些路不合適用 要趕來變動 但是我們的警察 是跟有人報案出現 現在這些檢基的人 其實也是在幫助警察 在看我們社會 在感動 那不是 因為他當時就說 奇怪我們的違規這麼多 怎麼沒有人來出發 他說 我們來 警民合作 我們警察跟八社 手牽手 新人心 你們來檢基 我們來開庭 我們來幫助警察的人 不夠 不夠地行你的任務 聽起來也是言辭生理 是 但是呢 你現在說 我們要合作 叫八社來跟你合作 你現在檢基的時候 發到也是發到八社 他亂不開 沒關係 你亂不開 你開這張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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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家用路人 也一樣 普通用路人也一樣 你如果覺得 這就不合理了 他現場要把你開的也有 他說 不然你不開心 不要再去信索 但是我如果信索有成功 像你說 症狀 你那是抽獻 但他對可以保養 沒有 照理說 你也要幫他黑白開 你給他抽獻 你不要幫他 就複雜了,對不對 不是,你這樣不說白嘛 你警察,他說我有看你,我沒有結任嘛 我把你開,按照人家檢查 我看到我就要開嘛 我的行政材料權不重要了 我的材料權不重要 看一看,這個政府還很高興 我還有分潤,我還有本錢耶 對不對 我們八成現在看到這個就覺得 政府要給我們黑錢 這點,我們的鞍鑽 我們本來全都消失去 其實我們本來大家都好味道 大家都要做好事 大家要做好事 他們變得多了 現在變成你怪我,我怪你,對不對 該付席的人是什麼人 不是政府嗎 你說到現在我真的回去了 該付席的是什麼 是貴衛者嗎 或是收容者嗎 對不對 或是警察 或是說是我們每一個人強硬 說強硬其實是完全沒有證明 這倒對應該都一行開始來做好事 剛才電醫師中說的 說不要記念啦 我六錢啦 都沒關係讓你發 或是說要改變交通整個 或是說用工程手段改變 這件用路人 因為現在常常遇到就是 他沒有在苦到處 他沒有在用路的嘛 他沒有在塞車的嘛 對不對 他當然說好啊 盡量把他減車啊 反正我是走路的 我就減車開塞車 塞車就減車那個 我塞主要 我就減車塞車的 塞巴士的 我們就向上加來加去就好了 但是這個部分 不應該是這樣啦 雖然這個危機 就剛才像 騎鵝在說的 這個設計上漏問題 這麼多段都集中在紅區的地方 就是比較看下去的危機嘛 我就是要漏灰的地方 你偏偏不可以漏 這裡要集人的地方 你偏偏不可以漏出來 當然也是出現這個問題 因為幾位人不靈性嘛 不靈性 不靈性嘛 這靈性的修容是 這人在修容 這不是假期 對不對 我們常常 現在的選舉 又是民選的政府 為什麼他會不會跟八星騎會 這是覺得 我是覺得 我們想不到啦 對不對 我真的是好奇啦 我跟製作人說 台中第三名 第二名第一名 不知道是哪一個管齒 不敢嚇 哪有差別啦 嚇到讓大家努力啦 但是民眾可能覺得說 我怎麼嚇那麼多 不停不甲當中 哇 二十七歲而已 好驚人 他好像賺這條錢 他就比比較散的管齒 經營的醫生還那麼多了 但是我還是要問 騎鵝 你覺得說 這目前我們要說 行人地下 應該要修宣改變什麼 講來講去也是這幾項 那麼 關於到這個危機記點 你的主張 還是你個人的主張 我們的主張是說 我們這個危機的記點 它的內容 應該是要檢討 不到啦 因為現在這個危機的記點 我是覺得說現在危機的記點 是好意 不到 不過裡面的記點的內容 有一些是有問題 不到 譬如說什麼 像剛才說 那個危機聽者 危機聽者裡面 是說有一些是 對我們這個 這個架數 是比較不方便的地方 是不到 不過這個不方便的 主因是來 來主義說 我們的道路的規律 不夠好 不夠好使 還有呢 有什麼 那個內容是有問題的 就是說那個進行機車 你的來算車道 進行機車 這也要記一點 為什麼說這個不合理的 是像我們這幾年來 台北市 東方市 還有今年 今年這兩個月 台南市 有很多道路 來算車道 是把那個進行機車 把它出銷 出銷 出銷 再來呢 我會說 這幾個路段 你看看 它的 進體 這個 車好 車好 這個數量 不夠 代表說什麼 這個進行機車 是對我們的 道路的安全 是基本上是 沒有什麼幫助的 所以說 這個進行機車 記一點 我們是覺得說 也不合理 還有什麼 現在超過20公里 也是要記一點 超過20公里 為什麼我們覺得說 是不合理的 因為說我們現在道路這個速度 普遍上是不合理的 所以說我們也是覺得說 這個道路的這個超速 20公里 記一點也是不合理的 所以說 今天來說 我們是覺得說 現在是這個 記一點的這個新的制度 是沒有跟民間來討論 好事 就跟倉促上路 我們是覺得說不合理 還有什麼我覺得說很不合理的 是我們上禮拜 上禮拜這個道路安全基本法 度假通過 通過 通過之後呢 基本上裡面有一條 是說這個 有一個道安匯報 道路安全匯報 我們之前有很多理會 跟他們說 我們這個道路安全匯報 要有民間的聲音進去 為什麼要有民間的聲音進去 就是說有些道路 涉及問題 還有一些法律問題 是民眾 第一線在使用這些人 才知道裡面有什麼問題 我們法律問題 之後呢 要跟所有的 包括政府 包括理會 不就是議員 所以你訴求這個 道安匯報 應該要有民間 可以參與 最沒有標準 包括是像電理事長 他們這種建立工會的人 建立工會 或是工會 或是說 譬如說交通安全協會 像他們的代表 像專家學者 以外 專家學者 現在是有什麼法律 對 現在有 不過這個民間 沒有什麼法律 這應該可以 接地去 跟地方相 但是我也覺得說 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地方不一樣 對著道路 輸求不一樣 就是因為 我們的輸求不一樣 所以說要有民間的聲音進去 李老師 你如果說 如果是道安匯報 過去 我相信老師都有參加過 過期都是工程專家 交通專家 本來直到我 我好像小時候 我們坐計程車 計程車就開始練習了 說這個政府 都設計道路的人 都不知道在塞車 不知道真的在用車 怎麼會這樣 聽聽聽聽聽到 計程車輸去 都變成交通局長 這過期 道安匯報是什麼情形 是怎麼開會 以前的道安匯報 他是交通部來舉辦 所以他基本上會請內政部 教育部一起來參與 可是他的缺點就是他沒有辦法 在平行的部會裡面去做整合 對很難 所以現在把它提升到行政院的層級 他就可以從上面去整合那些不同的部會 因為交通安全跟幾個部會有關係嗎 交通部嘛 內政部的國土管理署 他專門負責興建相關的道路 然後另外一個是教育部 宣導教育這個部分很重要 所以將來提升到行政院的層級 我相信因為立委都在建議 將來應該會有民團的代表 也會參與進來 看什麼樣能夠把真正的問題 能夠把它顯現出來 利用我們行政院層級的道安匯報 可以把問題把它歸納清楚 做一個有系統的改善 另外也可以去整合不同的部會 他的相關的工作 但是我這邊要特別提到 我剛剛講說交通三億 其中我們另外一個做得非常少的 就是交通宣導 宣導做得很少 你看我們實施交通新制 居然宣導都沒有到位 很多人都不知道 都被祭典之後才發現 原來交通新制 已經在六月三四號開始實施了 而且他如果沒有宣導 我舉個例子 你知道他們並排的定義是怎麼樣嗎 並排 現在你如果停在機車格的旁邊 也算是並排 你如果停在汽車的停車格旁邊也是並排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認為並排是 我停在違規停車的旁邊 那個才是並排 這個一定要去做宣導 讓大家知道真正的並排的意義是什麼 因為現在並排要被祭典 一點就變這樣 這個很重要 另外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現在違規已經成為日常 你看很多紅線的部分 很多一般的車輛 他就閃燈停在那個地方 紅燈是連暫時停車都沒有辦法停車的 所以你像這麼多的違規已經成為日常了 當我們違規已經那麼多件 只要你檢舉不檢舉 他的違規的現象都是這麼普遍 這個就是我們的問題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幹 如果有非常明顯的臨庭的需求 在這個道路的旁邊 我們就應該要開始要畫部分的黃線 讓他可以臨庭 可是臨庭只有三分鐘 你如果超過三分鐘 所以我相信有些團體就會建議 將來檢舉的話 一定要有影片 而且要有一定的長度的影片 才可以知道他違規的原因 他的前後的狀況 才可以去認定他是不是真的是 那也才知道是這個什麼 對 沒錯 那個很重要 將來可能檢舉的方式 我也希望能夠去做一些調整 來調整 應該要有一個一定長度的影片 來認定他怎麼樣的違規 是不是違規 違規的程度是怎樣 這看起來事情很多 電影師長 我援述 剛才老師說的 違規影片 是不是要需要多多時間 多長時間 我譬如說我們一個實務上的案例 我們那個火車 現在要綠燈要右轉 要右轉 是不是要單行人 新人走 走過來以後 結果新人又慢慢走 走過來以後 剛才那個時間又紅燈了 過去 我們就卡在中了 後面又檢舉了 所以說 他說 你要怎麼樣 你知道嗎 他檢舉是用照片 用照片 他說 你紅燈 你停在路口 而且還在斑馬線上 對啊 所以說 如果你看那個影片的時候 他是因為要禮浪行人 在那裡等 剛才等完 又多條紅燈 理事長 我不是條工的地圖 就是說 哪一計較說 這個架式 他不會去算 他走過來的時間 我就根本就不可能會過 所以我就根本就不要出場去 我就停那個 原材的接下來 每一個架式 有一個意識 還是有一個判斷 我不是說這行不行 是說 這架式到底是怎麼看這行事 主持人說的是 是正常人不會去做的事 是不是 是不是 這正常人不會去做 我們的心情就是公正 對 沒有啦 這樓沒有蓋好 那樓如果蓋好 那個斑馬線 不可能離那個樓口那邊 對啊 這設計的問題 我再舉個例子 那個檢舉很多的 還有一個項目叫 為全程使用方向燈 你想他如果用照片的話 大家要注意 用照片的話很難去判定 譬如說我們現在變換車道 可是呢 我變換完以後呢 可是我要回我的方向盤 回正嘛 燈就熄掉 他就檢舉 他說沒有全程使用方向燈 那另外一個例子 你現在已經進到一個閘道 那個閘道已經是單一方向順向了 可是你下面有一個標線 畫一個右轉的方向 那被民眾檢舉 這打到 對 遠景開單是說 因為有標線畫這個方向 你就應該要打方向燈 可是很多民眾認為說 只有一個方向 為什麼要打方向燈 方向燈的意義是 要警示旁邊的車輛 我的動向可能會影響到你的安全 那個才是真正的意義啊 所以這就是我們現在面臨到的問題 哇 這很多很多 我看另外五十四六十分鐘 再說一次 一條一條 說給觀眾朋友聽 不然你無床無床就叫我記念 對 因為現在說的部分 其實就像大家在說的 做不夠 我受不夠也做不夠 比如說兩段式左轉 你歐巴巴要兩段 我在塞車 我都知道你是要去吃飯 要躲完 還要泡風頂 對不對 還要用手指標示 這顆加速更常會躲到 對不對 一天它的動漏漏的時間 都在道路上 我們是幾幾個用的 上下班用的人也有 但是呢 他整天在路漏漏 你還要注意 青陽町算幾廟 我覺得這是普通人 是無法做得到 你外景以後發現 這人還在過賣 但是我車沒在賣 我要躺在那裡 剛才他前面也為貴 拿回來也為貴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無法收規矩 那叫全世界的人來台灣 他也無法收規矩 不是台灣人 沒收規矩 對 台灣人 沒收規矩的基因 沒有啦 這說起來 不是說我們天真就是這樣 不是 絕對不是 這我沒贊成 我們台灣交通 不是我們現在講到 頭來來 說我們台灣人 很沒收規矩的 對 台灣就是最愛心 最對人最優先的 來觀光 最美麗的風景就是人 我們跟全世界人說的是這樣 但是一塞到車就變成 變成模型 奇怪 人來出土 你跟我說我們這裡 是對人最好的地方 但是車對人就不好 這條路已經大事了 怎麼要好 怎麼觀光是怎麼做 所以這個部會 就像老師在說的 這不是只有一個部會 一個交通 沒有怎麼做 一個來信 沒有怎麼做 這是我們專民要做回來 處理的 現在新選舉的人 有提出這個問題嗎 大家說國防外交 交通 這不重要 我們每天開門出去 就看得到的地方 大家是沒有在注意 還有一段 看戰鬥機 這應該總統證件 是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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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